大家好,我是鸟鸟 我是个内蒙人 我的老乡李旦、Ruck和杨蒙恩都在讲脱口秀 所以我想我可能也可以 你们可能看得出来 我的性格特别的活泼 我从小就这样 爸妈为了改变我 让我学了音乐 我学的是二胡 世界上最欢快的一门乐器 小时候大家学的都很高端 钢琴、单黄管、小提琴 只有我拉二胡 很多小朋友嘲笑我 除了我最好的朋友 学的是唢呐 我们立志等我们长大了五六十岁 就在公园里组一支乐队 把那帮学钢琴的送走 我这个性格没有办法演奏特别欢快的曲子 你们可能都听过一首曲子叫赛马 别人拉赛马就让你觉得那些马都活力四射热爱比赛 我拉赛马就让人觉得那些马 比什么赛呢 每匹马都是要死的 由于我性格比较内向 可爱 由于我性格比较内向 所以我常常没有什么存在感 刚才在卫生间 我把手伸到水龙头下面 都没有水流出来 这是什么破包 我就 我想我早该习惯这种被忽略的挫败了 然后这时候旁边有个人把开关搬起来 水流出来了 我也不喜欢和人打招呼 因为总要说一些没用的话 来了 吃了吗 天气不错 谁会真的关心这些呢 什么时候我才能问一些我真正在乎的问题 比如杨岚老师 你好 我有可能得到您的排灯吗 我这样的人也很难谈恋爱 因为我很难判断对方是不是喜欢我 书上说如果对方对你有好感 他看你的时候 瞳孔就会变大 但是我没有办法 毫无理由地看别人的眼睛 我就上网查询了 艳光师资格证的报考条件 到时候就来测个同据 大夫我多少度 不重要 你不爱我 有本书叫内向者优势 他安慰到我了 但是没有一本书叫外向者优势 我就安慰我外向的朋友 我说其实你们也有优势了 他说我知道呀 我们的优势就是活得非常快乐 不需要看一本书来安慰自己 我说你知道快乐的人也是要死的 我特别在意别人的看法 甚至超过我个人的感受 即便现在我被一只老虎咬了 都很难立刻喊人来救 因为如果没有人救 我只是可能会死 可是一旦有人救 我还得跟他打招呼 哇 这个很好啊 这时候如果武松从我面前走过 我都会想 我应该叫他吴老师 还是叫他松哥 如果叫吴老师就太疏远 当然叫松哥又太亲切了 武松可能也想 他身边是不是有一只老虎 但是他没有叫我 如果我贸然地过去 会不会显得我不信任他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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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不会显得有点危险 会不会相当危险 非常危险 对吧 好像就我会打老虎似的 老虎可能也想 为什么突然这么尴尬 是不是我咬人的样子太奇怪了 我就知道我的虎牙长得有问题 我很想做一个外向的人 因为外向的人就像太阳 热烈 明亮 引人注目 内向的人就像月亮 只要有太阳在 没有人能看得到他 到了晚上太阳休息了 月亮还亮着 因为他在琢磨白天的事情 根本睡不着觉 他在想我可能还是应该叫他吴老师 谢谢大家 我是娘娘 你们好 我叫邱瑞啊 我叫邱瑞 我是个沈阳人 现在在北京生活 就作为一个外地人 没有钱的话 在北京你会穷得特别具体 你就只能住在一个特别远的地方 我家现在到公司要到四班地铁 到河北只需要两班 而且我去租房住的时候 租房软件上有个特别气你的一句话呀 它让你输入你想住的地方 我是想住郊区吗 我这里也有瘾呢 他进去你的状态了 对对对 一股的愤怒 那是我想不想的事吗 我想住故宫 但没有钱 你不想住郊区 就只能跟人合住是吧 家里东西坏的都没人修 我家那个卫生间灯泡坏了 就没人修 逼着你拿浴霸照明啊 那就一个晒啊 坐在马桶上都不能保持不动 你得扭动起来 不然就晒伤了嘛 跟那个土耳其口有一个原理 你发现了吗 我现在晒得一天比一天黑呀 还有同事问我呢 就是你最近是去做美黑了吗 我都不好意思跟他说 我最近就是有点拉肚子 我们这帮外地人想租个房子太难了 是吧 每隔一段时间就要去找几个房产中介 听他们给我们重新定义一下 什么叫一局史 我跟中介说 你给我找个一局 他推门就带我进了个两局 跟我说 这原来是一局 我说哥 没你这么说话的呀 这原来还是一片草原呢 他带我看过一个最离谱的房子 那个户型名就叫钻石房 什么意思呢 就是你在这个屋子里边吧 找不到一个直角 却有四个东南角 你走进这个屋子 就感觉走进了钻石的内部 你都没办法说他家徒四壁 那玩儿最起码家徒十二壁 有了有了有了 我那个卧室是T型的 卫生间是三角型的 这个房子复杂到 我想知道它的具体面积 得连一条辅助线 好巧啊 啥房子能讲得这么多呀 你感觉这个房子是用别的房子 那个边角料给你拼出来的 这个房子给你盖的七九八八的 它有四个东南角啊 却都是瑞角 完全魔杖 这挺好笑的 这太好笑了 你把它改成玻璃的 这里边都能看得见彩虹 但是这个房子有个特别大的优点 它应该有全世界最安全的卫生间了 三角型的嘛 就算地震来了 也打人不了我洗澡的节奏啊 我说它是三角型的 都抬举它了 那就是个三棱椎啊 这个好 它墙跟地面都不成一个指角 它给你成一个四十五度 最让我不能理解的呢 是我房东阿姨 给我把马桶塞在这个脚里边 让你根本站不到它前面 你想走进那个空间 得把自己的身体 跟它摆成一个同位角 太新鲜了 慢慢顺进去 关键这个姿势 你进去了就站不起来了呀 我长这么大 第一次被一个墙角堵在了一个墙角 谢谢大家收看 谢谢大家 大家好 我是小家 今天主题是寥寥有病 真正有病的上癌了 就是大家看我讲话和走路 真的有点奇怪 我这种病呢 是先天性神经系统疾病 就是别人的病是努力得来的 我得来全部费功夫 我自从做脱口秀开始 收到很多观众的鼓励 我上次演出完 有个观众微博实行我 小家 你好棒 你要给我好好活下去啊 我在想 你是看到我哪里活不下去啊 我觉得这些选手吧 分成两种类型 一种是文本型的 一种是表演型的 而我是感动中国心 如果整个成养过程一直被夸正能量 但我很讨厌这样 你就感觉我这种做什么事情 身边都会有掌声和欢呼声 就哇 他竟然考了班级第一 哇 他竟然会扫地 我那天在厕所旁边一个同学 哇 我说停 而且我这种病特别容易被人误会 我高中毕业第一份暑假工 是在工厂里打工 长一边所有人都觉得 我是个傻子 只有同车间的一个阿姨特别好 没有这样说 一直到那天下班 阿姨拿着两张一块钱问我 这样加在一起是多少钱 原来在这等我了 三块 而且我这种拥有很多特殊待遇 就我这样去面试真的比别人省了很多时间 别人面试都会问一些基本技能啊 未来规划 然后轮到我介绍自己的姓名 年龄 面试官就会说 好的 你的情况我已经了解了 可以回去等通知了 我在想你都没有我联络方式 你要怎么通知我 花寻人体识吗 寻人体识小嘉兰 身高一米五五 天生讲话不太清楚 如果你在路上遇到他 请跟他讲 他面试失败了 包括我学生时代有很多异性朋友 他们的家教很严格 不能早念 不能晚归 但只要他们跟他们的妈妈说 我跟小嘉在一起 他妈妈就会说 好的 那你照顾好他哦 我真的很奇怪 我朋友问了他妈 为什么其他男孩不行 只有小嘉可以 他妈笑一下说 他 我放心 他给我一种只想活下去的感觉 我也明白他妈妈觉得 我不会干什么坏事 但是我干过 我闯过红灯 就因为走路太慢 红灯亮了 我还在半路 大概有多慢啊 就是我想扶老奶奶过马路 老奶奶奶说 不了 不了 还是我扶你吧 而且我跟隔壁班同学吵过架 都还没开始动手 教导主人就赶过来啊 我正准备解释 教导主人说 你不用说了 然后指着隔壁班同学说 你也太过分了吧 你看你把他打成什么样了 伤害性不大 侮辱性之强 我确实有病 但这个世界好像无时不刻 在提醒我有病 我突然就想跟这个世界说 我们都有病 只不过我的更明显一点 谢谢 我忘了 我忘了 我被他亲眼了 大家好 我是赵慧 那投球秀去年是火了 你们能想象到吗 就连我这种 去年都能和邓伦同胎 冷静一点 我刚开始觉得 他没有什么的啊 不过就是一个男明星嘛 对吧 我呢只要做好我的工作 那天客串一个主持 问他几个问题 讲几个段子 我一定要让他见识 见识幽默女孩的魅力 但我没想到啊 他太帅了 他一上台 我就意识到完了 在美貌面前 幽默一文不值 而且他这个人很有礼貌 你问他问题 他会看着你的眼睛回答你 我当时就觉得 我 他对我是认真的 那天是个直播啊 我妈也看了 连我妈都看出来 邓伦看上我了 开心坏了 就把那个视频转发给我爸 那个视频的封面呢 就是我跟邓伦的一个合影 我爸根本就没有点开 因为他直接秒回了一句 女儿喜欢就好 我没有什么意见 爸爸 我也没什么意见 但人家粉丝有意见呀 当时就发消息给我 说 什么垃圾主持人 普通话都说不好的丑八怪 还敢给哥哥递话筒 收给你打断 其实我自己也追星 所以我很能理解他们那种心情 但我还是有一点难过 我回去广州以后 就跟我同事抱怨 我说 他们说我是个普通话都说不好的丑八怪 我同事气坏了 他说 雷普通发还不好啊 你们发现了吗 我今年非常放松 都已经敢开始议论男明星了 那帮人还想着挑战我呢 天真 他们都不知道啊 我今年呀 在我那个汽车公司的市场部工作 工作内容非常简单 就是当甲方 手上的项目呢也不多 最近在谈的就是透球大会的赞助 早讲啊 姐姐我的心 顺利的话啊 我打算在那儿挂我们公司的logo 好 原来在那儿给我自己加个座 对吧 还打算挑战我 哎呀 赶紧想想怎么在段子里给我加广告吧 我这个甲方的要求很低的 可以硬广 但一定要硬的自然 可以吐槽我 但是要明扁暗保 哎呀 到时候就站一排 挨个给我讲一遍 我就看着 我就不笑 我都想要怎么点评他们了 嗯 哎 就是这仨词 学会你就可以当甲方 这三个词 可你让你什么都不懂 就否定乙方的全部 对吧 而且我以前就觉得甲方好像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 当了甲方以后想通了 就是想要恶心你 我觉得我还参加什么突围三呀 我觉得那个座应该是给我留的吧 应该直接保送的吧 我都这样了 哎呀 但是我怕李丹劝我 说小慧老师 还得麻烦你来走个过场 要不我们这个黑幕不好安排 我说行 那我开个车上来讲五分钟广告差不多了吧 哎呀 他说你不讲段子 我怎么拍灯呀 我说小李呀 不拍灯没关系 我就撤资呗 话说成这样 我一定要赞助了 你知道我每天给我领导发消息 我说赞助的事不能再拖了 再拖我这总冠军都要给你拖黄了 他说不至于吧 咱们谈个赞助 又不是谈收购 再等等 我说等啥呀 你等我淘汰了 去保送你喜欢的王建国吗 让他带着我谈的赞助 站在我出资的舞台上 拿着属于我的内定冠军 完了还要在工作群里at我 请大家积极转发建国夺冠时刻 啥呀 我觉得我等不起了 就这几年 我对公司可以说是兢兢业业 公司对我真就像白嫖 哎呀 把我掉了什么市场部 一开会就问我有什么意见 我说我没有什么意见呀 领导说对 你有意见也不跟我们说 你都上外面说去 哎领导 我建议你不要挑衅一个信任你的女人啊 现在我跟你说我有啥意见 我觉得买车就要买绿原液冷电动车 续航百公里 品质保六年 哎反正话我都放出去了啊 你要是不想当赞助商 我就加入赞助商 绿原电动车 你等着收我的简历吧 谢谢大家小慧 哎 大家好我是张俊 你好你好 我们这一组阵容大家应该都知道了 庞博 王绵 我 两个王 带个三 那么三要出牌了 我们今天开始聊心理健康啊 我发现姑娘们的容貌焦虑我不太理解 就是没必要啊 因为你们已经做了很多事情让自己变好看了 有没有人觉得现在街上美女比帅哥要多得多 对吧 我听说女生你们会擦身体乳 就是为了防止胳膊肘这地方变干 还是有什么变换的 我对我的胳膊肘 I have no respect for my 胳膊肘 我这辈子意识到我有胳膊肘啊 就是我撞到麻筋的时候 但那个时候我的胳膊肘已经没有意识了 我觉得已经没有必要 你们已经做了很多事情去解决它了 就是护肤化妆还能做什么呢 直到那天我在地铁上看见一个女孩在我前面批图 从来没看过你们批图 只看过你们批好的图 很神奇 他很清楚自己还有哪里不好看 因为他知道要批哪你知道吗 他甚至不用看 一边和闺蜜聊天一边就批好 他就说啊 是吗 要不咱们就这么定了吧 很神奇 但男生不知道 他当时发了两个大同小异的版本 问自己男朋友哪一张好看 我隔着屏幕就感到对面很紧张 因为微信上面啊 一直显示的输入中 但就是没有消息过来 我觉得怪不了他 因为我们的 男人对这个东西的认知是不一样的 你知道吧 我甚至 大家不要觉得我在吐槽这个事情 就是 你要明白这个事情 对直男的冲击力是很大的 就是我曾经在 观摩过几个女孩 发大合影的过程 他们先在群里面选了一张 大家都愿意批的照片 然后开始批图接力 你知道 最后所有人确认 confirm 产品发布 我从来没见过一个男人 为自己的兄弟们批一张合影 我们发合照的标准非常低 就是人齐了就行 你经常可以看到那种七八个男生 勾肩搭背打完球的时候 但总有一个人被抓拍到 那种微笑却半闭着眼 你知道 真的不是我们没有看见 只是我们不在乎 我们只在乎自己 有没有踮脚 是这样 但女生其实会很敏感 我发现这事 之前我和一个女孩 住一约会的时候 我跟她聊天 我就看着她 她就问我 是因为我有颈纹吗 还是你一直看她 我说第一 在你说这个之前 我不知道有这种皱纹 就算你指给我看 你说你看 你看这个地方是什么 我都会说 这是脖子宝 你这么一问 我也不太确定了 是吗 不会是别的什么东西吧 第二 我是那个时候才意识到 在这种男性凝视下边 女生的第一反应 是自己不好看 但是没有女性凝视 不可能有女性凝视 我可以告诉大家 女性凝视会怎么样 你看一个男生时间久一点 我们只会觉得 你喜欢我 真的 我们就是 你们身体都不用凝视 你们都偷瞄 你知道吗 几个姐妹一起 我们对这个眼神特别敏感 你们几个姐妹一起 那边有个帅哥 一个一个看 我先来 那边那个帅哥 周围的一圈男生 都捕捉到这个眼神了 你知道吗 他们在那边表面上 但心里边 我确实是帅 但我不讲了 这么调侃的男生 很多事情 我不希望大家觉得 男人好像没有容貌焦虑 焦虑所有人都有 焦虑是比较出来的 我看见庞博 他很幽默 他很帅 我很焦虑 我看见李淡 他很幽默 我的焦虑就缓解了 这个焦虑是 比较出来的 你知道吗 但我其实觉得 我们男人的容貌焦虑 不多 完全比不上 我们的男子气概焦虑 完全比不上 就是我们的男子气概 完全建立在 那种虚无缥缈的标准上面了 就有人说 男人在太阳下面打伞 就没有阳刚之气 然后我就不打了 底层逻辑就是 即使我得了皮肤癌 弥留之际 我都会庆幸 还好我是个男子汉 freaking dire real man 他的底派好了 再举个例子 给大家 我其实是个直男 但我特别喜欢敷面膜 特别喜欢 第一次其实是我前女友 让我试一下 我不乐意 我心想我一个大老爷们 为什么要试这个东西 但是当我试了以后 也太爽了吧 但我当时不能表现出来 我就 还行 他说你不喜欢就给我 我说那不就浪费了吗 最后敷太久 面膜都硬了 还有我脸的形状 大家有没有看过 三星堆面具 挺像的 后来我们分手了 你知道我要自己去买面膜了 很羞耻 因为我要把它假装成一个 没有计划的冲动消费 我过去以后买到只差一百几十块钱 就可以打折了 然后我就要急不情愿地拿起面膜 说哎呀怎么只剩下这个呢 导供在旁边说 先生我们还有沐浴露 我不洗澡 当时我明白两个道理 第一你可以网购 第二 不要活在社会对男性的刻板印象里面 不要管那些告诉你该做什么 不该做什么的人 这会让你心里不健康 那天晚上我看见一个女孩 发了一张PQ的照片 我给她点了一个赞 然后给她发消息 我说其实我觉得你布P图也很好看 自信一点 不要活在别人对你的期待里 我感觉话明显触动到了她 因为微信上面一直显示着输入中 然后她回我 管好你自己 谢谢大家 我是张俊 哈喽 我太难受了 我太难受了 我的对手 是杨梦恩和建国博洋 要在我们三组里淘汰一个 我太难受了 淘汰他俩谁我都舍不得 我想尽各种办法 我去找效果老板 我说老板 咱从节目考虑 咱从节目考虑 淘汰我 不能上热搜 有道理 淘汰王建国 可以上热搜 是 因为没人认识我 老板说 对 你是谁啊 谢谢 今天的主题是上班 外地人在上海找工作很难 我之前去一家公司面试 面试官叽叽喳喳 说了半天 我实在忍不了了 我说不好意思 我听不懂上海话 他说 这是英文 我说 但这里是中国 他说 但里面试的是翻译 这么快速闪生了 我大学专业 叫水产养殖 我的笑友全来了 当年在我们那里 海王这个词 形容的还不是渣男 是我们专业年纪第一 我来笑过面试 HR问我 大学取得过什么荣誉 我说 当了四年海王 他说 你真不要脸 符合我们公司文化 我很喜欢鱼 大学在宿舍 养了一盆小鱼苗 回去发现我室友 在做足疗 为了从事这个行业 我还去学校鱼塘 偷着练游泳 换气很难 要在水上吸一口气 水下吐出来 水上再吸一口气 我不会 在水上吐了一口气 下去喝了一口水 上来吐了一口水 我怀疑这个场面 被人看见了 因为过了几天 有人传 鱼塘里有鲸鱼 当年因为过度捕捞 嘉陵江鱼业资源 遭到了很大的破坏 我决定在实验室 培育鱼苗 放进嘉陵江 当时我在上游放 渔民在下游捞 鱼都猛 啥意思 欲擒故纵啊 整套流程速度非常之快 鱼都还记得 这鱼是七秒钟 七秒钟就记鱼 我喜欢你们 很聪明 很聪明 我没剪完一个段子 要留很长时间的停顿 是留给你们投票的时间 我太不要脸了 符合这个公司文化 我们继续 我前老板 特别爱讲大道理 有一次开会 他拿了一根筷子 掰断了 又拿了十根筷子 也掰断了 说 看见了吗 你们加一起 也斗不过我 太强了 刚才扯那么多 有的没的了 我们讲一个严肃的话题 其实职场 大家工作压力都很大 成年人的崩溃 就在一瞬间 有一天晚上 下暴雨 我在街边 看到一个男生 忽然蹲下大哭 哭得很惨 更悲哀的是路过的人 不仅没安慰他 还围上去 拍短视频 我很心酸 我走过去 我说 兄弟 你怎么了 他说 哥 我们在拍短视频 你肯定喜欢这不好玩 美好美美吧 没有想到吧 最后我想说 我去过很多公司 但效果是唯一一样 让我说不出任何缺点 因为确实签了保密协议 同事之间氛围很好 我还发现小北 有人认识小北吗 有一些 我发现小北 是我的校友 因为他跟我说 他们学校 有鲸鱼 讲完了 谢谢 大家好 我是彩琳 你说我不是脱口秀演员 本来告我接杨丽 我就够紧张的了 结果一看接的是癌症 谈的恋爱 我就谈过一次恋爱 就是和我现在老公 这是好事 他为啥选择我呢 因为他是个外国人 神没有毛病 真的 有一次他就跟我说 亲爱的 你真美 然后我就翻出了 刘亦菲的照片 我问他 那他呢 我老公说 一般的 太白了 你要是长这样 我可不着你 我说我要是长这样 我也不着你 我比刘亦菲好看这个事 像铁岭热搜的 很多人听说 他的这个事 都来嘲笑他的眼光 但是我老公 无比坚定地说 你们不要嘲笑我 我没有错 我只是不一样 后来我们发现 他不光审美 他啥事都不一样 他第一次来 跟我家人吃饭 第一次来东北饭店 第一次用电动转桌 他就相中了 眼前的锅包肉 刚要讲 桌子转起来 锅包肉走了 我看他眉头一皱 我以为他能等着 锅包肉再转回来 没想到 他拎起他的盘子 跟着我就跑了 我妈以为他要来敬酒呢 他看我妈站起来 以为我妈要跟他一起煮一下 那天那顿饭呢 锅包肉到哪 他到哪 他还不咋会用筷子呢 好不容易追上了 没等夹起来呢 又转走了 没吃着猪肉 光看猪宝了 他讲故事的能力真的很强 还有一次 他来铁岭上公共厕所 一开门是个蹲便 他这辈子从来没见过蹲便 进去之后 他迷路了 向我发出了视频邀请 我以为 他最多是分不清朝前还是朝后 我没有想到 他最后的选择 居然是朝右 你以为我会纠正他吗 不 我没有那么爱他 然后他就问我 接下来我怎么办 我说接下来你蹲下去 他说我不会蹲 我当时不知道外国人 不会蹲这个事 我说蹲的还能不会呢 双腿弯曲 重心下沉到极致 然后我就看着我老公 面向右侧 跪些了 我说你上个厕所 再整这么前程 然后他就在那捣鼓 这种蹲法 我可怎么保证裤子的卫生 中国人是怎么做到的呢 想来想去 他把所有衣服都脱了 你们想象一下这个情景啊 一个二百多斤的大白胖的 累得满头是汗 衣服全挂门上了 这门呢 还没有锁 这时候就来个老头 老头一开门 一到白国 我在外边就听见里边一声惨叫 什么玩意这是 谁在厕所堆雪人 老头出来我赶紧跟您道歉 我说大爷对不起 雪人是我对象 老头说 那差不多赶紧结婚吧 再等雪人该化了 后来有一次 我还跟几个来过中国的外国人 吐槽我老公这事 我说你们敢相信吗 他居然把所有衣服都脱了 挂门上了 他们说 不然呢 你们脱了是放直楼里吗 我才知道 他们也脱 他们也挂门上 但是只有我老公 吵右 不愧是我的Mr.Right 我老公干过这么多的傻事 但是不管别人怎么笑话他 他就是一直那句话 我没有错 我只是不一样 这个精神教会了我自信 教会了我怎么面对人生的尴尬 这个太重要了 所以现在我对我老公那可真是 捧在手里怕碎了 放在厕所怕化了 这次来错误修大会 第一轮我表现得不好 那头给我投个倒数地 我老公安慰我 我说没事 不丢人 以前挑战的刘亦菲 现在面对的李淡 只要有你的支持 我就比他们强 我老公说 对 刘亦菲就是不如你 但是实话实说 李淡确实是比你好看 谢谢大家 我踩着 大家好 我是柔绵 又回来比赛了 确实去年独冠之后 生活发生了一些变化 但是也不太大 这一年呢 我就是偶尔有活就接接活 然后绝大部分时间呢 主要还是躺在家 看一看李月琴的综艺 还有杨丽的热搜 当然还是有些节目找我 然后能看出来 我就在上面 就是非常努力地 展示着自己的平平无奇 所以想还是回比赛吧 正值开始比赛 我们今天呢 聊的主题是心理健康 我就发现好像 很多人都有一个共通病 就是很多时候 我们痛苦的情绪 都是来源于别人 好 这首歌送给大家 这首歌怎么样 你不要打到我节奏 你刚进入情绪 再来一遍 我这个点 搞音乐的 看点是 你看 是不是 总说唱 总节奏 总浮漏 玩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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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先过去了 你俩还是拍的话 赶紧先拍完 好不好 你得让我们找这个点 我们不懂 跟不上 早知道我当初就该拉住你 告诉你不要为了工作 怎么如此拼命 早知道就劝你多休息 多注意身体 现在就不会隔着玻璃 看着你 怎么你就突然 变成了我的总经理 我们一起进的公司 你还是小老弟 我也不是跟你比 但你好大的差距 我却只有为你卖命的好身体 人总是产生很多情绪 因为你忍不住会和别人做对比 早知道我就不该天天待在家里 为了陪孩子放弃事业上生气 还每天对着孩子 教他说英语 呆地 呆地 换尿布了 呆地 果然孩子开口第一句 叫的还是他骂你 我天天叫你呆地 可不是尊重你 我也不是跟你比 但他明显更爱你 我明天自己一个人去迪士尼 无论生活中什么事情 你总是克制不住自己 去和别人比 终于今天你放过了自己 因为你和他一样 也当上了经理 我不用再去对比 因为我和他是平级 我当上了经理 在我最好的年纪 纪念我三十八 当他好像二十七 怎么比我年轻的时候有出息 因为他没有错过他的上升期 人总是不停为难自己 陷入反复和别人去比较的情绪 甚至还不止去和别人比 还和过去的自己比 明明这个高音我去年能唱上去 我怎么比不过去年那个优秀的自己 我今年还来参赛 到底是缺那根筋 肯定比不过去年的自己 我发现我们真的 好像什么都要与其他人进行对比 成绩体重升高 工作房子大小 什么都要比较 就算你得了病还要让观众投票 这个可好笑 真的没必要 与他人做比较 只会没完没了 塗藏自己的烦恼 我现在就要 放弃和别人做比较 留下你们为了比较而烦恼 这样我的心态就比你们好 这个好 对不对 黄伯压力好大 最后 给大家分享一个生活的小诀窍 如果你比不过别人的时候 就说你本来也不想要 好 谢谢 大家好 我是赵小慧 有一些人知道 我之前在一个汽车公司 有一份很稳定的工作 然后去年我辞职了 因为自从你做脱口秀 被领导知道以后 我的工作就变味了 每次一有人来公司参观 领导就会带我一起去 每一次他都要问人家 同样的问题 你们看看 他是谁呀 他就没有发现 根本就没有人认识我 但是人家看他那么自信 又不好意思问他是谁 只能偷偷猜 哈 这女的谁呀 是这领导二婚了吗 这是 很烦 我辞职以后就全职开始找工作 因为效果文化呀 实非良人 全公司动员所有的员工 给我找工作半年多了 就没有一个人想到 他明明自己就可以给我交五险一金 还在那玩幽默呢 哎 小慧 咱们公司最适合你的岗位 就是给李旦开车了 谁要开的这个破车呀 明明都知道我失业半年多了 还一天天的 姐姐加油搞事业 哎呀 姐姐已经没有事业 可以搞了 哎呀 姐姐这个称呼 我都已经担待不起了 我觉得姐姐一叫出来是那种 有自信 有能力 有想法 一出来就要乘风破浪的 我现在最多就是个姐 人家叫慧姐 我都觉得哎呀 高看我了 叫赵姐就可以了 赵姐 赵姐 我听见 赵姐 你要允许有一些姐姐 她不会唱歌跳舞 乘风破浪 她就想踏踏实实找个班上 怎么就这么难呀 我找工作有一个很大的难题 就是脱口秀这个副业 搞得有点 大了 你知道吗 很多公司不相信我是去工作的 他们觉得我工作是为了找素材 他们甚至觉得我面试是在采风 我有一次跟一个老板 我发消息 我说啊 你好 王老板 请问您什么时候方便面试呀 他回我 啊 你好 你好 赵老师 请问面试是要跟您的经纪人约档期吗 那次面试了一个小时 他有四十分钟都在问我八卦 问题有点过于尖锐了 已经不能算八卦了 已经叫把柄了 是那种 但凡我知道不用找工作 效果文化都能养我一辈子的那种把柄 唯一欣慰的就是失业了以后 爸妈就不催婚了 因为我妈跟我说 你连个工作都没有 我很难给你介绍对象 我说这是你唯一的机会了 但凡我有个工作 我可就谁都看不上了 我本来想结束在这里 但是我也没有想到 前两天突然就找到工作了 人有的时候就是缺那么一点点运气 这个公司很不一样 我面试的时候问那个老板 你不担心我的副业影响工作吗 他说不担心 你的脱口秀我看过 上限不高 他还是不太了解我 用不了多久 他就会发现我的工作能力上限更低 找工作的时候 整个人非常的自卑 你知道吗 我当时就在想 是不是有点太贪婪了 就已经有一份副业了 你怎么还要去找工作呀 现在不一样了 整个人自信起来了 哎呀 我觉得我赵姐呀 就应该有两份工作 谢谢大家 我少回 大家好 我是龙鹏 今年的舞台对帅哥这么严格吗 朋友们又见面了啊 今年能见面就很不容易啊 我们这群人上半年的时候 一直都在上海 在家待了两三个月 你知道能出门之后 我做的第一件事是什么 我第一时间我就去做了个按摩 因为很久没有时间体会到那种 你花钱就能买到服务的感觉来 然后当时我趴在床上 在那按着按着 我发现我背后师傅突然不按了 我正纳闷的时候 那个师傅突然 你是庞博吗 很感慨啊 六十多天了 第一次见陌生人 是从那个洞里 我俩在那四目相对 我都不知道说什么 我说 我说朋友 脱衣服之前 为什么没有认出来啊 而且在上海 就是刚开始在家的时候 物资也很不充足嘛 而且我个人有一个 不太一样的感受 去年我在节目里 我不是讲了一个 蔬菜盲盒的段子吗 对 遭报应了 因为当时我贼嚣张 我在台上 我说蔬菜这种东西 是不可能卖盲盒的 我哪能想到是吧 预言家乱跳啊 是不可能有好下场的 当时确实很困难 很困难 就是连什么 很多东西都很难买 鸡蛋都不太好买 我还发了一个 微博去抱怨 好在我这些朋友是吧 人都很好是吧 有七八个朋友 各种途径 给我送来了 两百多个鸡蛋 七八个朋友啊 一个送西红柿的都没有啊 这群透口球演员的智力 真的是 到后来 我家都用鸡蛋饼 卷着荷包蛋 蘸鸡蛋酱吃 后来我都崩溃了 我看着那些鸡蛋 我都想是吧 我要是会复蛋就好了 我都恨自己 我当初为什么要上交代呢 而不是复蛋 你今晚叫做怎样 我跟王建国一起演漫才是有后遗症的 而且我当时是跟我老婆两个人在家 我开始对婚姻也有了一些新的理解 你知道之前总听人抱怨 说婚姻里如果只剩下柴米油盐酱醋茶 会特别的枯燥 特别的乏味 那两个月我一想 那也太幸运了 就那两个月 这七样东西 我家就没有凑齐过 但凡有三个我都吃上茶叶蛋了 而且当时有两个月时间 一直都没办法理发嘛 我头发特别长 已经长到这了 我每天就在那甩 我每天起来像有一个异形 抱在我脸上一样 我这段时间都理解刘欢 为什么是那样唱歌的了 而且你懒得收拾嘛 我的时候就甚至想 要不今天就单独洗个刘海吧 直到有一天 我开始发现 事情有一点点不对劲了 当时我跟我老婆 正准备睡觉的时候 异口同声地说了一句 你压我头发了 结婚七八年了 恕成姐妹了 后来 后来我老婆就开始帮我扎辫子 刚开始就是扎一个小啾啾在头上 后来随着头发越来越长 我能接受的底线也越来越低 到最后 怎么说呢 双马尾造型的我 可爱程度直逼王心灵 就是 就这个造型虽然很诡异啊 但我发现它对夫妻感情其实很有帮助 就是不管你两个人怎么吵架 怎么冷战是吧 只要我梳起我的双马尾 对着我老婆 爱你 她再不想搭理我是吧 至少也会跟我说一句 恶心 其实我还挺庆幸是两个人在家的 你知道 因为可以互相照顾嘛 我刚开始还想 就比如说像我老婆生理期 大姨妈这几天 我就多做一点家务 想得挺好 后来发现 根本做不到 也不是我的问题 女生朋友们都知道对吧 两个人在一起时间长了 生理周期是会同步的 不知道为什么 我那几天也很烦躁啊 不是很想碰凉水啊 要是能买得到红糖 我也想喝一点 说了这么多都是苦中作乐 好在都已经过去了 希望我讲的这些 大家也都永远不用再经历一次 希望这个世界上 也再没有蔬菜盲盒 谢谢大家 感谢彭博 邓南子老师 带来的是一段魔术脱口秀 请彭博先进入等待区 掌声有请 谢谢 大家好 我是邓南子 谢谢 大家好 我是邓南子 我发现魔术跟脱口秀完全是两个领域 两个圈子 在脱口秀界 你必须要上脱口秀大会 拿大王才能上春晚 但在魔术界 只有上了春晚 才能来这儿说脱口秀 上了春晚之后 名气比之前稍微大了一些 前段时间我在高铁站被认出来了 一个粉丝 他是一个安检员 然后我就接受了人生当中 最严厉的一次安检 他的手从上摸到下 从下摸到上 把我衣服里面的兔子 鸽子 鱼缸 全部都翻了出来 当时我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毕竟我嘴里还藏着 这颗牌呢 魔术师最讨厌的就是揭秘 可偏偏平时我刷短视频的时候 经常能刷到魔术揭秘的视频 我有很多同行非常痛恨这种行为 他觉得自己辛辛苦苦创作出来的作品 就这样被公之于众了 但我觉得还好 因为我的魔术都是在短视频上学的 今天我就冒着被同行追杀的风险 给你们揭个秘怎么样 来了 整活了 好 大家现在没有刚才那个反应了 因为你们已经见过世面了 还有更厉害的 从后面看是这个样子的 好 我们来找一位 就是善良的观众 李旦 旁边的娜姐 我这样扔牌的时候 您随便喊停 好的 停 我已经扔完了 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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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稍微快一点 停 好 记住这张牌 大家记住 不要说出来 能看得见吧 看不见佩服眼镜 李旦可能看不太清楚 我帮你看一下 梅花K 眼睛比较小 好 今天的这个魔术很厉害 我会隔空 把你们刚才记得那张牌 从中间变出来 然后把它变到一个 充满气的气球里面去 盯着这个气球 盯着这把刀 梅花K 好了 这个魔术非常非常地简单 只需要一副普通的扑克牌 当观众选完牌以后 千万记得 不要真的把牌塞回去了 真的塞回去的话 我也找不到的 把牌塞进去以后 用你的小拇指 隔在这个位置 然后趁观众不注意的时候 悄悄地把这张牌 从侧面顶到你的右手里 这个手法就已经完成了 学术上 这有一个名称 叫做把扑克牌藏在手里 然后保持身上 非常自然的状态 千万不要 要跟你的好朋友打招呼 嗨 然后拿起气球 把扑克牌 放它在前面挡住 找一个尖锐的东西 把它扎破 这个魔术就变完了 好了 请注意 一定要用深颜色的气球 有一次我去参加一个晚宴 当时有很多艺人都在 我也演的是这个魔术 当时李旦走过来 递了一个气球给我 当我看到 那个气球的一瞬间 我就再也不想 看他的脱口秀了 好笑吗 一点都不好笑 我当时觉得 我的演艺生涯 就要结束了 但是幸好我反应比较快 马上就这样子 调整了一下我的手法 但可偏偏当天 后面站了一个小朋友 他站起来对我说 哥哥 你为什么手里藏着一张牌啊 我当时也顾不了这么多了 只能把我的所有 毕生积攒的运气 全部摁在了这张牌上 用力挤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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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会发现他慢慢真的 穿过了气球 这个才是真正的魔法 谢谢大家 我是邓南泽 谢谢 我叫他姐姐 恭喜邓南泽 这张牌子获得两灯 那么也请潘伯 回到舞台中央 这是第一次来我们 这个演脱口秀 是 感觉如何 非常爽 因为魔术其实 比脱口秀要复杂太多了 主要是脱口秀 比魔术的成本低很多 我就想来体验一下 这种低成本的演出 来点困是被问演出 被问 但邓南泽还是很帅的 敢挑战 庞博 让我妈掌声 再次送给她 娜姐还是被 征服了的 娜姐在第一段 就是那段 Suppance 所有人都看得懂 那娜姐就摸了 这是为什么 好生气 这是为什么 对 所以我说 我拍灯了 我拍灯 不是因为 你在脱口秀 这个环节上 有多厉害 可能我夹杂着很多 就是变魔术这部分 这个惊喜 而且还能讲解的 就这么让我笑 我觉得这个东西 加在一起 这种好奇 我就拍了 谢谢 对 我觉得还是很厉害的 我都不敢上台 说 对吧 你会上台的 稍后可以期待一下 反正你是 我见过变魔术里的 说脱口秀这部分 非常好的 最厉害的 谢谢 谢谢 圣哥没拍也好理解 因为他第一次来 这个舞台上讲脱口秀 又这么新的形式 还接在磅礴后面 也非常难 但是看得出来 舞台经验非常丰富 邓男子平时都在哪演啊 平时我每周六 都在长沙 有自己的一个小剧场演出 然后欢迎大家 以后到长沙来找我玩 也感谢灯男子来玩 最后临走 还有什么想跟我们说的 谢谢这个舞台 虽然我的年龄 比大部分选手都要大 但是我来到脱口秀界 我从事这个职业 已经有十来天的时间了 我觉得只要能在 未来的魔术里面 能多融入一些 这喜剧的元素的话 我觉得魔术 也会往前再进一步 我们也感谢灯男子 再见 谢谢 挺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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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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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